前几天我拍的照片又上热搜 就是这几张之前在广州拍的阿努比斯雕像 其中有几条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啊 像这条评论 拍出了下班回家吃饭的感觉 还有很多网友也分享了他们拍的照片 再来看都是很常见的那种游客照 朋友都很惊讶 自己明明也去过同样的地方 拍过同样的雕像 但拍出来的感觉却截然不同 那么我是怎么拍出这几张照片的呢 首先问大家几个问题 大家外出游玩碰到想拍的东西时 是不是大多数时候就站在原地 掏出相机或手机直接就开始拍了 如果是这样 那拍出来的就是普通的游客照 下面我说一下当时我的拍摄思路 这个是现场的环境 两个雕像非常高大 矗立在博物馆门口的广场上 雕像很高大 为了体现出巨物感和压迫感 我需要尽可能的靠近雕像仰拍 并把附近的摩天大楼作为参照物 阿努比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 我想要拍出那种神秘魔幻 末世审判的感觉 在绕着雕像转一圈后 我发现了这个特别的角度 雕像刚好可以处在两栋大楼的中间 两栋大楼仿佛是异世界的大门 阿努比斯则手不上门口 如果雕像角度再转过来一些会更好 可惜我当年力气不够大还搬不动 为了增加这种末世的氛围感 需要在阴天的傍晚时分过来拍摄 同时天空最好要有层层叠叠的乌云 这种层叠状的乌云作为天空的背景 再加一点点后期就可以营造出撕裂时空的感觉 为了等到合适的天气和光线 我每天下班后就带着雕像去相机那守着 连续去了三天 第一天下雨了 天色太灰 光有神秘感没有压迫感 第二天乌云太密 光线很暗 拍出来的雕像太黑太暗 直到第三天才遇到合适的光线和天气 但相机忘了插内存卡 疑似用手机拍下了这几张